那我们学完了一审程序 二审程序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要讲一讲 在审判程序中 对涉案财务如何处理的程序 请看第51讲 对涉案财务的处理 这一讲不是重点 我们只需要几分钟 就可以把它讲完 同学们听过就可以了 只需要简单了解一些 涉案财务的处理的思路 来首先 公检法机关的 对查扣动的涉案财务和自息 原则上都是妥善保管 以供核查 制作清单随案移送 这是基本的思路 但同学们请注意 这个公安检察院 你可以查封 可以扣押 可以冻结 但是你有处分这个 涉案财务的权利吗 没有 所以不能够什么扣划 不能去划拨相关的存款 或者有价证权 这些财务最终只能由法院来做出处理 知道吧 就算这个犯罪协议人死亡了 你也没有资格直接处犯他的财产 那只能由检察院向法院去申请 没收违法所得 这么一个特别的程序 知道吧 好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呢 对于被害人的合法财产 要及时返还 同学们 那具体来讲怎么还呢 要还被害人怎么还呢 如果是权署明确的 那依法及时返还就可以了 著名返还的理由 将照片啊 清单啊 以及认领的这个手续啊 备券啊 代查就可以了 这是权署明确的 但是有些财产 他权署可能不是很明确 那怎么处理呢 那在法院裁判生效之后 按比例返还被害人 如果被害人在诉讼中 已经得到了赔偿的 那还是要扣除的啊 好 这是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 要返还的一个处理方案 好 下一个呢 就是对于这个伪敬品 或者不以长期保存的物品 那就按照国家的规定处理 你比如说 有些财物 他不以保存 甚至呢 有些有价证券 他容易贬值 甚至的波动非常大啊 那这种情况下呢 是可以经过权利人的申请 或者同意 并且要院长的批准 注意啊 这些是两个审批手续 一个是权利人的申请或同意 还要经过院长的批准 可以将这些有价证券 先行处置 比如说把股票先抛了 啊 这股票可能要 要拦腰要砍断了 对吧 要跌价了 所以呢 是可以先行处置的 然后呢 把这个款项 由法院来保管 主要是防止这个财物啊 贬值厉害 对吧 好 下一个处理的问题呢 就是作为证据来使用的实物 那原则上都是要随案移送的 那万一这个不不宜移送的呢 比如说是一架飞机或者一艘轮船 不宜移送的 那就拍照 制作清单 要把这个文件要随案移送啊 呃 同学们 那我请问大家 这个检察院把这个作为证据使用的这个实物 移送给法院 那万一这个案件上诉了抗诉了呢 上诉抗诉了 那一省法院还要把这个相关的这个实物啊 要移送给二省法院啊 随案移送的作为证据使用嘛 所以呢 一省法院还要移送给二省法院 好 下一个处理思路呢 就是法院做出判决 应当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和自息做出相应的处理 同学们 那我请问大家 如果认定的这些财物啊 是赃款赃物 那请问法院会怎么处理啊 要追缴嘛 判他有罪的同时 要追缴这个赃款赃物 而且呢 这个追缴要依追到底 什么叫依追到底 就是哪怕你用这个涉案财物去投资 去置业 比如说当初五百万买的房 后来变成一千万了 那形成的这个收益也应当一边追缴啊 就是原来那五百万的赃款 连他后面的这个房价啊 上涨五百万都要一并追缴 要一追到底 听到了吧 好 另外呢 还有就是 如果你拿这个赃款赃物和你的合法财产 或者和他人的合法财产混同 共同去投资或者职业的 那这种情况下呢 形成的财产和涉案财产对应的分隔和收益 是要追缴的 比如说你拿五百万啊 赃款和五百万这个合法财产啊 去买了一套一千万的房子 对吧 最后房子涨成两千万了 那你这个赃款五百万所占的比例就是一半 那这个涨成两千万的房子 有一半要被追缴 同学们听到了吧 所以记住了啊 这个赃款赃物呢 要追缴 要一追到底 来看下一点 对查封扣押押冻结的赃款赃物及其自息 除返还被害人以外 一律上缴国库 也就是说这个赃款赃物啊 只有两个去处 一个是返还被害人 剩下的就是上缴国库 对吧 好 那这里有几个小问题提醒大家 就是如果啊 这个判决的时候 那个赃款还没追缴到位的 或者呢 该判赔被害人的 还没有赔偿到位的 请问怎么处理呢 那就判决继续追缴 或者继续责令退陪 好 那一同学说老师 返还被害人的以外 要上缴国库 那怎么返还给被害人呢 那就是通知被害人来认领嘛 那万一没有人来认领呢 那就发公告啊 公告期满一年都无人认领的 那就还是要上缴国库了 那万一上缴国库之后 人又来了呢 那只要你查证属实啊 有相关的证据证明 查证属实的 那还是要申请退库返还的 如果这个原物已经拍卖了 那就返还价款 好 这是对被害人的 这个返还问题啊 没有人认领的 就上缴国库 如果他后来又来了啊 又要认领呢 那就可以申请退库返还 好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万一这个被害人 是单位 而且是国有单位 同学们 被害人是国有单位 那万一这个单位 已经消亡了 或者呢 这个单位也没有 这个权力义务的技术人 那赔给谁呢 那就上缴国库嘛 对这个赃款赃物 就上缴国库就可以了 反正是国家的嘛 对不对 好 最后呢 这个司法人员啊 如果有贪污 或者挪用 或者私自处理 这个涉案的 这个财务的 那依法可能追究刑事责任嘛 可能是挪用公款 对吧 或者是这个贪污贿赂的 这样的行为 如果不构成犯罪呢 那就处以这个行政上的处分 好 这是关于这个涉案财物的处理 这里呢 我带大家读几个重要的条文啊 就和涉案财物有关的三个条文 倒是提醒大家注意一下 来看一下 在高发解释里面 有这么三个条文 来请看第一个 446条 说二审期间 如果发现啊 一审判决 没有对移送的涉案财物 或者自息做出处理的 也就是说 这个办案机关 已经把涉案财物 移送给法院了 但是你法院没有处理 漏掉了 那二审法院怎么处理呢 那二审法院可以理解为 一审法院对案件案情 没有查清嘛 相关的涉案财物 没有处理嘛 对吧 相对于这个案件事实 还没有查清啊 所以呢 二审法院可以裁定 撤销原判 发回重审 由原审法院 对涉案财物 自息一并处理 这是二审发现 一审漏处理了 那万一 请问这个裁判 都生效了之后 才发现原审判决 没有对这个移送的财物 或自息来处理的 那怎么办呢 那裁判都生效了 请问是启动再审吗 不是 是由原审法院 依法对涉案的财物 另行处理 而不是启动再审 好 这是关于这个 涉案财物 遗漏处理的表现 简单总结一下 两句话 第一如果是二审发现的 那就可以测试原判 发回重审 由原审法院来处理 如果是生效之后 才发现的 那就由原审法院 对这个涉案财物 来另行处理 好 第二个条文 请看高法解释的 447条 随案移送的 或者是人民法院 查封扣押的财物和自息 由一审法院 在判决生效后 来负责处理 全关键词 一审法院 相当于一审法院 是对涉案财物的 处理主体 那万一 这个财物 没有随案移送呢 还在那个扣押机关呢 那法院在裁判 生效后10天内 将裁判文书 送交扣押机关 告诉他 一个月内 必须将执行回职 送回来 那法院呢 是将裁判文书 送达给扣押机关 由扣押机关 来代位处理了 好 下一个条文 高法解释449条 查扣动的财物 与版无关的 同学们 既然是无关的 但已经列入清单的 那就由那个 查扣动的机关 来处理 怎么处理啊 同学们 你想一下 就是发现这个 查扣动财物 与版无关 怎么处理啊 那如果属于 他的合法财产的话 如果是被告人的 合法财产 比如说那栋房子 是他自身的 合法财产 那除了返还被害人 就退赔嘛 退赔被害人 不叫返还 刚才口误啊 除了退赔被害人损失 以及执行相关的财产刑 比如说他被判罚金 或者他被判没输财产 在执行的这个财产刑以后 那他的合法部分 还是要返还的 但是返还之前 别忘了 该赔的 要先赔了 该罚的 要先罚了 然后最终那部分 合法财产 要返还给被告人 好 同学们 这就是第51讲 涉案财物的处理 同学们 你就重点掌握 这三个条文吧 这三个条文 相对来讲 更重要一些 其他的内容 了解即可 所以这一讲 非常简单 就几分钟就过去了 以后也可以不要再看了 好 休息一分钟 我们进入下一讲内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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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